Hello 我是Sunny 又到了开箱时刻了 那今天Sunny要开箱 不是吃的 而是什么 是精品 今天Sunny要来开箱精品 那开箱的是 两颗香奈尔的包包 整个过年期间有去了一趟日本 那其实在去日本之前 Sunny就有看到 一款包包很想买 可是颜色不对 就是尺寸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也就没买到 那因为过年的时候要去日本 就想说好不要在台湾买日币 所以想说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价差 不过坦白讲 因为现在香奈尔的全球定价策略 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它会依据汇率做一些微调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不会太吃香 不过我觉得反正就去看一看 去东京第一站先到 新宿的伊斯坦百货 先想说去那边看一下包包 其实Sunny进去就直接说 我想要看的是什么样的包包 可是呢抱歉都没有 只有架上的可以看 他就介绍了两颗包包 那其实Sunny一开始看 最想要的其实是左边那一颗 比较再大一点的 它是小羊皮的 两个他都介绍白色 那后来就一直在想 可是因为左边那包包 它有一个环 那个环呢其实它是很特别 可是也因为那个环 有可能会比较知道说 因为这两颗包包 其实都是季节款 所以他会比较知道说 是哪一年出的包包 我觉得那个环 虽然是好看 可是它也可能 会影响未来的可能价格 当然啦要你喜欢 那我就一直在犹豫啊 到底要哪一个包包 最终呢我后来还是选择 右边那个包包 事实上右边的包包 它真的能装的比较 比较少 那待会我们就来实测 它可以装些什么 那再来呢 因为买了那个包包 晚上我就觉得说 季节款 可是我很想要买经典款 其实Sunny之前呢 最想买的是19包包 也有去专柜看过 就看这个样子 你看Sunny穿的这样子 背了19包包 可是因为30公分呢 它比较大 Sunny又想要黑色 所以呢就没有买 第二天呢Sunny又冲去了旗舰店 那间很大 在哪里 在银座 可是你知道银座要排队喔 而且在门口 他就快要N到你 他就问说你们是这几个人 那你要看什么包包 他还看看说 你是不是能讲出来什么包 而不是随便进去看一看 进去里面非常多 都是Sunny想要的包包 可是呢 嘿嘿 都是展示 没有库存 所以当然那些你喜欢的 也都登登登登 没有 后来呢Sunny呢 也看上了两个包包 这边显示出来的这两个包包 那一开始呢 是想到说 右边它是灰蓝色的包包 那背起来 大小 它是20公分 也还蛮好看 它比较可惜 因为它也是季节款 再加上呢 它是羊皮的 Sunny觉得 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去照顾 后来最后呢 去选择了左边 那它是经典包包 它是荔枝皮的 白色的 虽然白色也难照顾 至少它是荔枝皮的 比较稍微耐挂一点 所以后来最后还是买白色那一块 那这两个呢 就是在后面的 待会呢 我们先来开箱小科的 这边还有一个蛮特别 就是第一天呢 Sunny才去的新宿 它给的是纸袋 这个就很一般啦 我觉得我们平常买香奈儿 之前像Sunny买香奈儿 都会给这种带子 去营作呢 它给的是这带子 Sunny好喜欢 你看 前面有三茶花的图案 后面有它的英文字 Channel英文字 是白色的提袋 很好看 Sunny很喜欢 要把它好好的保留住 好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 这个小科的来看 它呢 一样绑得很漂亮 上面呢 用它们的logo三茶花 用得很漂亮 好 Sunny来开箱 其实这款包呢 一开始我其实没有觉得非常喜欢 可是我发现它其实很耐看耶 真的喔 它真的其实蛮耐看的 OK 它就帮你这样放好 旁边两边的都有纸 让你不会挤压到 当然啦 它会给你里面的 发票啊 是可能说明书吧 还是 好 往旁边 打了个很漂亮的胡蝶结 这一款包包 好看吗 我后来选的也是因为它这个底部呢 有四个烤钉 不会直接接触封面这样子 好 拉链 它的形呢 造型我觉得很特别 打开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条口红啊 粉饼呢或者是卡钱 然后这边呢 也可以放些卡片 这边也有一个 放卡片 它唯独比较可惜 它是不能放手机的 来看看手机是不是可以放进来 好了 看到这款手机 放进来 其实 真的不能放 因为你看卡住了 就没办法拉起来 现在三年呢 就来 看可不可以放些 粉饼 这边有可以放口红的 这边 这边有可以放个口红 放在这边 夹住 还蛮棒的 铺手霜啊 可能消毒液 这些都可以放 那比我想象能装 我本来那时候买的时候 并没有掏出一些东西来装看看 越看越好看 好 我们现在把它背起来看看 背起来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小小的 还蛮可爱的 你平常出去逛街啊 不需要拿太多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这样子背起来 因为我一直其实很想买 其实是今天款 自己也有几颗是季节性的 一直想要买今天款 贵姐就说 那不然你可以去营作 因为营作比较大 货比较齐全 她暗示 其实我觉得她们是不能跟你明白讲 说那边有没有 她说或许那边也会有我 看现场看的这两颗 她就这样讲 所以她就说你也不见得要马上买 可是后来 算你还是买了 因为我觉得 贵姐大概30分钟的时间 不买好像不好意思 其实这样子很要不得 所以那时候回去 我就其实还蛮后悔 说那我应该不要 不要那么冲动 应该是去营作看 做比较 然后想买再买 相当的东西很多很多都是缺 对不对 其实是看真的要碰运气 那如果你能去门市买是最好 因为她不用被百货公司抽整 像你在一三百货买 她除了退税之后呢 还要再加1.55%的 他们说的手续费 我们到营作也没看到这颗 她也没拿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现场也没看到这颗 我后来选这颗是因为 她的呢是比较难买到 那我们现在来开箱第二颗 开箱 第二颗呢 买的呢 Sunny觉得 蛮值得 因为她是 Sunny一直想买的今天款 可是你知道今天款 涨了很多对不对 刚才每年呢 都一直在调涨 才有涨 去年底呢 听说已经调涨一波了啦 所以 我现在买也没有比较优惠 我觉得 但是 但是我跟你讲 可遇而不可求啊 对不对 因为 你要在柜上买包 就像你想买的 不见得有钱都买到 而且现在 听说 相当的都还有 跟Hermes一样 都是有配货的机制 在欧洲 定时买不到 除非你要买表 或者买什么衣服 它也是这样子 刚才是整个盖子嘛 这个是掀盖的 你看看 刚才是白色的纸 这个是黑色 我觉得不错耶 我包装的都算好都不一样 而且 这边还跟大家分享一个 你购买香奈儿的话呢 是一个人一个月 只能买一次 小再买一颗 后来就很紧张说怎么办 还好那时候买的是小的化妆包 不算是大包 所以它就让我 这颗也就让我买了 这个 它的包装又不一样耶 Sunny很开心 因为它在包装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怎么包装 你看 它用这个 上面呢 上面呢 就是两份的 可能是说明术之类的 一本它的 能介绍 詹尼本来 刚刚不是有说 最想要买的包包 它其实是一九包 一九包 称为一九包 是因为它是2019年初 也是生日 19号生日 也是老婆爷 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 所以我一直很想买 不过没关系啦 反正还买到这个 猜出它的编号 它有 因为白色 它有多送我一个 这个 可以擦拭包包的 这个 袋子 它是白色的 很好看耶 林格文 Sunny买的是这一个 又 再拆 再拆 又是白色 对不对 因为Sunny其实 黑色已经有两颗了 一颗是 猫泥的 所以 买白色其实也OK啦 我觉得现在买香奈的东西 可悠不可求 那既然有白色 又是经典款 不会太大 那分大包包算率不高 再来就是这个 有没有好漂亮 双C logo 有没有 这一个C 这一个C 双C logo 里面 当然一定可以装手机 它这边有两个袋子 然后这边 可以装口红啊 然后这两个可以装卡片 这边可以装手机 前面还有一个袋子 当然呢 最重要是它们的特色 就是这个 有没有 就可以放 有卡啦 或者一些 随时都会用到的卡片 这样子 大概就只有 两个杯法 它就没办法 就是斜杯 它就只能这样 这样子 尖杯 尖杯的样子 或者是呢 你把它拉起来 侧杯 好看吗 好看吗 不过这白色真的要小心啦 因为它的确也不好保养 那这次呢 Sunny呢就 买到这两个包包 那这款包包呢 日币我换算一下 它退税大概27万 跟台湾价格其实差不多 日本好像什么汇率哦 不会差太多 你不要这样想 你要想到的是说 你可不可以买到你想要的包包 虽然价它差不多 刚刚第一次那这两个小包 其实左边的那个包包呢 在台湾呢 大概15万左右 跟日币其实差不多 台湾 就是还有货 那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需要 那右边那包包 其实它 比较缺 比较少 后来为什么会买这个 是因为 第一它是经典款 Sunny就是想要买经典款 第二呢 刚刚它的羊皮 它很有质感 其实坦白讲很有质感 20公分呢 小小的 其实Sunny也很喜欢 可是后来最后买这个 是因为它的荔枝皮 比较好照顾 坦白讲 在现场呢 我就看到三颗 右边这个包包 其他人在看 那这个呢 只有 当天到货 而且她贵姐跟我说只有一个 所以呢 当然就是买这个 这本来就很难买 那之前Sunny有看黑色 我那时候就考虑说要不要买 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问的时候 也差不多27万 后来没有买 也是因为 黑的也比较多 一向介绍美食的Sunny呢 今天开箱的这两个呢 精品包包 不知道Sunny介绍你还喜欢吗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 请记得订阅今天Sunny的妈 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每周六的影片上架哦 今天Sunny妈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开心 开心 拜拜 拜拜 开心 开心